火力军早上蹲在我的太和金马桶上思考人生的时候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如果复仇者联盟里面的空天航母能造出来 那未来还要军舰干个毛呀 这种漫漫悠悠的大家伙 自己就能光学隐身 还能放战斗机出去打架 说不定上面还有电磁炮弹道导弹之类的 感觉现在在水面上飘的那些驱逐舰 护卫舰都弱爆了 军舰 特别是近现代军舰 大多数都是受了马汉的海权论影响 近现代世界的经济 特别是物资的流通 都是通过海陆运输的 所以对于海洋的控制 是各个国家在极力争取的权利 而如果有一天 军舰没什么鸟用了 大家都开着会飞的航母飘来飘去 那会是一种什么景象 海权论问世已经有100多年了 火力军觉得是时候反思一下 军舰还有什么用 近几十年会怎么发展 未来又会走向哪里 就比如军舰里的不老男神驱逐舰 对于驱逐舰的研发 世界大佬们好像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像美国 在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不断下水的同时 还研发了点措科技术的 珠姆沃尔特级驱逐舰 像俄罗斯 在将无位级大型反潜舰 改为驱逐舰的同时 也开始着手规划下一代驱逐舰 甚至还拿出了领袖级核动力驱逐舰的设计 就连大英帝国和傲娇的法兰西 也各有相应的驱逐舰研制计划 世界大佬们为何会这么看重驱逐舰呢 你先瞅瞅驱逐舰担任的任务 好像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没有消停过 19世纪末驱逐舰一出场就被拉出来干活 执行驱逐鱼雷艇的任务 二战期间 它又成为反潜作战的主力 到了20世纪80年代 它又逐步开始承担防空反舰反潜 对陆攻击等作战任务 真像一头泪不死的牛 在它诞生后的100多年里 虽然工作很辛苦 但是好处也是拿到手软 它的蹲位体格也从瘦肝子 一跃成为肌肉猛男 也因此驱逐舰一点也不担心 自己会被辞退 它的生命力就像打不死的小强 巡洋舰下岗时 它在两栖登陆舰崛起时 它在近两年护卫舰 凭借堪臂低廉的价格和灵活作战的特点 逐渐成为各国的新宠儿时 驱逐舰它依然在 别人都是老的老 退役的退役 可它依旧年轻 甚至感觉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 如今它既可以作为海上编队 执行进攻性突击任务的主力 也可以在编队防空 反潜防御和对陆攻击中发挥重要作用 还能够在两栖作战 海上救援等任务中充当支援兵力 它凭借海上多面手的特点 成为了世界各国海军 普遍认同的主力舰种 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执行远洋任务时 都要具有综合作战能力的 无畏二级驱逐舰护航 韩国海军在组舰快速反应舰队时 同样也少不了 失踪大王号驱逐舰作为核心舰艇 怎么说呢 驱逐舰好像变得和航空母舰一样 越来越重要了 目前世界大佬们现役的个型驱逐舰总数 已经达到上百艘 当然还有一些正在研制和建造之中 就像美国的阿利伯克级 日本摩耶级 印度加尔各达级 韩国KDX-3级 英国83型驱逐舰等等 这说明什么 驱逐舰正值壮年 世界大佬虽然有了新欢 但也没有忘记旧案 各国在驱逐舰的隐身性能 性化程度 作战系统 动力系统等方面频频发力 使驱逐舰的战场适应性更强 比如在隐身功能上 不少国家给驱逐舰来了一整套MACE-8 各种隐身技术材料身上图 让敌人一个个都成了睁眼瞎 在武器系统上 驱逐舰采用垂直发射系统 不仅大幅减少了反应时间 提高反应速度 而且消除发射盲区 提高了综合作战性能 甚至还安装了多功能相控雷达 相当于多了双千里一眼 能更准确的发现目标 总之 驱逐舰不仅外貌越变越年轻 而且其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 呈现出重武装 高科技的特征 它所搭载的弹药数量不断增多 有的甚至可以构建出上百千米的防御网 以及上千千米的火力打击圈 就像韩国的失踪大王级驱逐舰 它不仅将载弹能力提升到了128枚 而且还可以发射拉姆舰空导弹 天龙对陆攻击巡航导弹 和红砂反潜导弹等多种弹药 面对未来 一些国家也是募足了劲 对驱逐舰进行舰肾和增制 火力军大胆猜测几个方向 一个是综合电力系统 或将成为新的动力选择 因为有了这套系统在 它不仅可以统一协调全舰的用电要求 提高电力利用效率与稳定性 而且它还能为激光 高功率微波等新概念武器的使用 提供电力支撑 另一个是增加无人系统指控中心 驱逐舰要是搭载无人机 无论是单独使用 还是编队出行 都将获得更加强大的态势感知能力 拥有更大范围内的立体监控能力 而在未来 水面舰艇和无人潜航器 肯定会越来越多 多一个指控中心会方便的很多 这下你明白 为什么驱逐舰会在海面作战中 屹立不倒了吧 除了大佬们的宠爱 它自己也很争气 那对于舰艇来说 驱逐舰就是未来了吗 火力军脑洞大开 对未来百年舰艇终极形态的幻想是 太空战舰 因为只有百年 因此我们不考虑任何黑科技 而是以现有技术 或是即将实现的技术为准 来进行一场战舰构建 你心中的太空战舰会是什么样子 既然是百年左右的科技水平 那太空战舰的动力来源应该和火箭差不多 现在我们的火箭都是化学火箭 用的都是化学火箭发动机 即便过了百年 效率应该也只是在其基础上提升几倍而已 因此火力军认为 未来百年后 太空战舰是用裂变推进器来做动力源 太空战舰来空中 肯定是为了实现太阳系内的航行与作战 所以一艘太空战舰就算采用河边推进器 也依然需要相当大的一部分体积 用来携带推进器 火力军推测 在太空战舰中 推进器一定是质量和体积占比最高的部分 宇宙作战除了动力 肯定还需要灵活的控制姿态 因此战舰要么使用侧面安装的姿态控制推进器来转身 要么就在主推进器上安装万象节 直接转动尾部推进器的角度来实现转向等动作 对于不同尺寸的推进器来说 质量相同的情况下 一个大的推进器效率 肯定是要高于多个小推进器的 但是在宇宙作战中 当一个大推进器被打坏时 整个战舰就会失去动力 会成为挨打的目标 但多个小推进器就不同 就算其中一些被打坏 剩余的还能继续运作 如果安装的是可以进行较大角度调节的万象节推进器 即使不对称的损坏了一部分 剩余的推进器 也依然能让战舰按照预想的航向加速和转向 因此火力军更偏向拥有万象节的推进器 只不过安装的数量 就要根据战舰整体质量去决定了 太空战舰既然要战斗 肯定会有武器和装甲 在武器上 太空战舰可选的武器基本上可分为激光 动能炮 导弹 以及无人机 首先是激光 相信大伙在各种科幻小说中都能看到 这是太空战舰必备且首选的武器 激光有多厉害 光速发射 看见避重 而且无法躲避 只要有电就可以发射 这对于核动力太空战舰来说 相当于拥有了无限的弹药 当然激光也有缺点 一是它的威力和距离是呈反比的 在宇宙作战中动不动就以光年论长短 除非你的功率够大 不然激光武器也只能沦为防守武器 二是激光武器需要消耗大量的电能 因此发热量极大 大功率的激光武器需要巨大的散热板才能工作 其次是动能炮 它的优缺点几乎与激光武器相反 在太空中没有空气阻力 因此炮弹的飞行距离可以说是无限的 威力不会随着距离增加而降低 当然双方也不会原地站着挨打 命中率可以说随距离增加而下降 因此有效作战距离也不是无限的 动能炮可以是火药炮 也可以是电力驱动的磁轨炮或者线圈炮 各有各的优点吧 火药炮优点就是耗电量很低 除了转动炮塔和装填系统外 几乎不需要任何电力 缺点就是弹药库被击中会引发迅爆 而且火药炮弹药爆炸的威力无法做到太高 但电磁轨道炮和线圈炮 可以通过增加电源功率增加电磁部件等方式 将威力显著提高 磁轨炮发射时 炮弹与轨道是有直接摩擦接触 因此就算有威力提升也不是无限的 适合发射质量小 射速高的小口径子弹 就像炮姐 一枚硬币就能干穿整个地球 线圈炮的炮弹 因为不需要与线圈接触 比较适合发射口径大一些的物体 但是线圈炮只能发射用铁磁性物质制成的炮弹 而且在发射时 线圈还会产生反电动式 会阻碍炮弹进一步加速 所以威力也不能无限提升 至于太空战舰对炮塔的选择 因为在宇宙战中相对速度可能会很高 甚至会达到几千米每秒 双方炮战的焦火距离 可以达到几十甚至几百千米 因此选择一些炮弹出速比较小的小口径炮 会比较有优势 所以太空战舰很可能会选择每颗子弹质量 只有几克或几十克 出速几千米甚至几十千米每秒 每分钟数百甚至上千发 类似机关炮的小口径炮塔 作为普通武器使用 从外观上来看 这些威力巨大的炮塔可能也只有几米的大小 相对于几十米粗百米长的战舰来说 炮塔就显得比较渺小了 太空战舰除了电磁炮 这些非常规武器应该也会配备一些常规武器 比如导弹和无人机 在地球上的舰队中 最强大的无意是航母 这是因为地球是圆的 战舰无法侦查到更远的距离 因此必须通过飞机才能在更远距离 搜索到敌方舰队进行实时打击 而且由于地球存在引力 导弹的射程也很有限 因此对舰作战的效率很难超过飞机 但是到了太空 这些问题就都不会存在 太空与海洋不同 不同大小的太空战舰的机动性 并不会像飞机和船舶那样 有数量级的差异 就算有 在激光高速电磁炮面前 这点机动性的差异 也不会有本质的区别 无非就是轮船和快艇的区别罢了 在地球上 你会想用快艇跟驱逐舰战斗吗 另外 如果在太空中使用战斗机 那么就需要让它返航回收 因此推进机的携带量 就必须是单程的两倍 甚至是导弹的四倍 根本不划算 火力军也在前面提了 太空战舰质量占比 最大的肯定是推进机 一架可返航战斗机的推进机占比 是导弹的四倍 却不能比四枚导弹的作战效率更高 因此对于远距离交战 肯定是导弹和一次性无人机作为主力 太空中虽然没有空气阻力 但是导弹的外形应该和地球上的区别不大 也是尖头的圆柱形 可以达到最佳的突防能力 而且它的大小威力 应该也与地球上的反舰导弹类似 可以搭载核弹头 也可以是破片动能弹头 所以在火力军设想里 激光炮 动能炮 炮塔 这些武器可以进攻也可以防御 导弹和无人机应该会是成军结队出击 以数量取胜 既然是作战不仅要有进攻 同时也要做好挨打的准备 因此装甲是必不可少的 在体积一定的情况下 球形的表面积最少 但是球形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太空战舰有火箭推进器 通常会安装在尾部 这里肯定不能被装甲覆盖 因此太空战舰肯定有前后之分 而且火力军认为太空战舰肯定不会遭受全方位的打击 敌人也是按轨道移动的 肯定是从某一个方向攻不来 因此并不需要全方位的球形防护装甲 再加上裂变推进器和反应堆 这些都会产生辐射 你做成球形 那不是相当于被架在核辐射上考 没病都考出病来了 因此在人员舱和反应堆推进器之间 需要安装防辐射板进行隔离 所以在内部结构上必然存在前后之分 最后还有一点 虽然球形是表面积最小 但并不是横截面积最小的形状 在面对敌人炮火时 应该让横截面积尽可能的小 才能减少战舰的损伤 因此火力军认为 太空战舰的主体外形 应该近似于圆柱形的结构 外面安装比较平缓的装甲层 当然安装倾斜装甲肯定也是可以的 又或者像炮弹那样 做成近似圆锥的主体外形 在船头对地时 不仅自己的横截面小 而且装甲的倾斜角度也更大 更能有效保护自己战舰的安全 除此之外 太空战舰还需要面积巨大的散热板 除了刚才武器系统会散发大量的热量外 发电机肯定会产生废热 人员生命维持系统的各个设备 也都需要散发热量 如果在地球上 核动力航母核潜艇 可以通过海水散热 飞机坦克可以通过空气来散热 但是太空战舰是在真空环境 因此它唯一的散热手段就是热辐射 所以太空战舰必然会有面积巨大的散热板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现在的国际空间站 航天飞机等载人航天器 其实全都有大面积的散热板 我们看到国际空间站那几片白色物体 并不是太阳能板 而是散热片 航天飞机在太空一直敞开舱门 也是因为舱门内壁是散热片 散热片是通过热辐射实现散热的 散热效率和面积成正比 如果被遮挡肯定会影响散热效率 所以这个地方肯定没有厚重的装甲保护 因此如果在战斗中瞄着这里攻击 也是一种不错的战术安排 散热片的安装也会根据设备 工作时的不同温度去选择相应的大小 就比如飞船的组合反应堆和一些武器系统 都会使用那些温度高 看起来红热的散热片 至于太空战舰能有多少舰员 火力军觉得应该几十个人就差不多了 太空飞行器是火箭动力 任何一点质量都是宝贵的 因此载人舱在太空战舰中 应该只占很小的体积 太空战舰应该与地球上的潜艇类似 它不会有非常宽敞的舰桥和舱室 舰上的人员编制应该也与现代核潜艇类似 几十人编制是比较合理的 而不像地球上的战舰或航母那样 有成百上千人 需要注意的是 太空战舰的甲板方向 应该与推进器的方向垂直 而不是像飞机那样与推进方向平行 因为太空中没有重力 战舰在战斗中需要频繁的加速 只有垂直方向的甲板 才能在加速时让人们更稳定的行动 而不是被甩到后面的墙上去 与潜艇类似 太空战舰应该也无法提供逃生舱 地球上战舰被击毁会沉没 救生艇可以让人们漂浮在海面上等待救援 但是在太空中 战舰并没有沉没一说 就算弃舰把自己用小型逃生舱发射到宇宙中 好像也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去死 实际上 百年左右的宇宙轨道战争 几乎就是你死我活的战争 战败的一方几乎没有退路 火力军一直在强调太空中的质量很宝贵 那么战舰为了最高的作战效率 通常应该只携带单程燃料 所以每次战役的参战双方应该都只有单程燃料 只有战胜的一方可以在轨道上等待补给 然后返航 失败的一方是没有撤退能力的 要么被俘 要么就只能原地饿死了 可以这么说 以百年内的科技水平进行太阳系内的宇宙战争 每一场战斗都要做好破釜沉舟的准备 取得胜利才有活路 战败了 绝对没有退路 好了 火力军已将自己心中未来百年的舰艇终极形态 给大伙描述出来了 那你心中的终极舰艇是什么形象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 我们一起讨论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热武器的朋友请点点关注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未经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fever 人